为了协助满足本地对农产品的需求 以及培养年轻一代农业食品方面的专才 国家初级学院设立了新农业科技设施 而这也是唯一有这类设施的本地学校 室内种植 户外菜园 甚至是温室 国家初级学院的这个农业科技设施 由校方 新加坡食品局和本地起步公司联合设立 种植各种蔬菜和豆类 也是国家初院校友的环境级水员部长马善高 出席国初校庆50周年时指出 我国农业食品领域人才需要具备相关技能 来协助这个行业转型 NJC的新加坡食工程序 会让我们年轻的年轻人 感觉到新加坡食品技术的技术 你会有机会建设立新加坡的选择 设施也让其他学校学生有机会同国家出院学生合作 以发展我国的农业食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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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